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呼吸道感染就会发病 布列丁格林比亚省9月10日新学年开学在即 他的父亲Bernard Trust非常担心 认为该省开学的健康安全措施不够严格完善 难以保障学生家人乃至社区的安全 这些人不正确 父母会在后来看他们的父母 也可能会危险 Bernard Trust指出 布列丁格林比亚省府的开学健康安全措施里 甚至不包括要求所有人在室内必须佩戴口罩 令人十分不解 Bernard Trust和另一名家长一起 向布列丁格林比亚省高等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法庭颁布禁止令 在省府教育厅 公共卫生当局制定更严格和完善的健康安全计划之前 停止新学年开学的计划 代表他们的律师事务所 同时还代表华裔医生Will起诉省府 要求颁令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强制戴口罩 该所律师王仁朵表示 会把两宗诉讼并案 希望加快诉讼进程 凤凰卫视苏惠文温哥华报道